我说最关键的你知不知道这个公司现在还在用同样的寒调 那个设备都是老化的嘛 而且所有的人之前操作的现在还在继续操作 没有谁有什么上感争的什么那些 那你说你不去管他 说不定哪一天又来一个 我告诉你说他如果拿到110的话 他父亲说把这个钱拿去 他担得去跟他制吗 他担着去跟他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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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担的是这样的 但是做的是最便宜的 13万 我肯定担着20多万的 你说13万能够做个余求吗 嗯 你想想一的 他如果去化了 我估计他没有 他不是沾吧 不要他叫裹水椅子嘛 他如果去裹水椅子了过后 我绝对没有想到这种团队 现在这个人可能活得太久 我在趁他活着的时候 把这个盘隆 以后就没了办法 人一来一去 旧社会是把人变成鬼 新社会是把鬼变成人 那我们现在是什么社会 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也是一个职业病患者 然后就是后来一起认识了以后 我们觉得有必要为工人一起做点事情 所以就是在这儿 这里即是我们的家 然后呢也是一个接待员工过来处理案件的一个办公室 中午吃饭我一般吃的都很简单 就是做一个西红柿炒蛋 然后中间蒸一点米饭就可以了 当兵的时候如果在催事班的话就可以学会做饭 但是我没有 后来呢跟我老婆在一块以后 基本上都是我老婆煮饭 因为我老婆煮饭比我煮的好吃 在他不在我身边的时候呢 我就只能自己来自己煮 尽管做的不好吃 但是也没办法 大的那个小孩现在两岁多 正是比较可爱的时候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 像他的对他的教育啊 也是至关重要的时候 但是由于现在目前的状况 就是没有没有办法跟他一块 也是没有办法教育的教育他 中级集团的下面一个子公司 新会中级集装箱一线公司来做工作 然后呢我们一进入那个车间环境的话 就会闻到很刺激性的一个 这个混合性的一个刺激气味 它里面是有天打水油漆 还有那些汉街的烟尘 这些混合在一块的一个味道 是非常难闻的 有的两个工人面对面的工人 做了一年多的时间 对方是跟对方是相互不认识的 我们的环境就是恶劣到这种程度 没有人提醒过我们说 这个工作会有什么样的危害 我今天新会中级很荣幸 就是说这里有拿一千多块一个月 我以前才几百块嘛 有时候我们那个尤其近了眼睛 或者身上那些五 就用天打水洗脸洗手都去搞过 甚至洗个脸的 因为我们不知道嘛 当我们每天下班回去感觉很累 然后第二天上班精神造 没问题又好了 这样一年一年一下去 到了干了十多年 差不多十年了 反正原来也不行了 走路都困难 然后说话啊 反正国方面都减退了 到了实在走不动了 就跟公司领导请假 看病了 领导就不配嘛 还骂我们 你走干不了你就走嘛 你回去嘛 这个病就害我 害了我一辈子 而且从一种病 因为我治那个孝材要用 那个急速 全靠急速维持 我现在是由于急速依赖 急速依赖都用 病发了很多种病 就是十种病现在 现在一般的医生看到我的病 那个病理就是不敢下药 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要治孝材 那么你的糖尿病 关心病这些病 全部都要加重 那么你要治糖尿病 关心病高虚压这些 那么你的孝材有可能加重 它是相反的 只能控制一个地方 其实在中国 因为工人是不可以组建独立工会的 所以其实在工作环境里面 就是十几万之外 然后后面每一次就是一万多 一旦打完化疗 我都会自己出来在外面休养 因为在医院的费用负担 我是负担不了的 但我也知道这样对我的身体 是非常危险 对我的生命也是有很大的危险性 但是没办法 因为没有钱 我母亲再加上知道我这个病情以后 忧心过度 也没有及时地去医 因为也是没有钱 及时去医院做治疗 所以在我患了百分之后 我的母亲在三个月以后 就是去世了 这些呢 我不是说把这些东西都归咎于 什么外在的一个原因 但至少我母亲的死 跟我患这个病 是有直接关系的 但是我患这个病 是跟公司的逃避法律责任 是有直接关系的 这个是怎么样的信 这个是江门市检察院的一个转批的处理的意见 我和公司的几个人呢 一起做这个民事赔偿的案子 现在进行到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法院呢 是有的是不太认同的 然后我们就是到检察院去投诉 然后让他们监督审理我们的案件 什么时候还去医院呢 你什么时候还去医院医院 那快了 快点 我开了吧 我小孩可能是从两岁 从屈生到两岁没见过 都在医院住着 现在八九岁了吧 也可能见了我不到十次 不到十次应该是 09年经过一次 10年 11年 建了两次 12年建了两次 六次面 我们的公会主席 他就是 是代表公司的利益 不是代表个人的利益 我们有了问题去找公会主席 他不仅不帮我们 帮忙解决 反而骂我们 他不是一般的骂 而且是骂娘骂脑子 这样骂 我们现在要做维权的 只能靠自己 依靠公会 什么东西 全部是没用的 去年11月份开始是起诉的 11月份 中才结束 对 然后到今年 也一年多的时间了 那今天的检察院这边 也出了一个东西 说已经转到中级法院处理这个事情 这个上次我们在开庭的时候 也提到那个送你的礼单 这些 这至少可以反映一个现象 你公司在名字不犯 对呀 你这种时候 你就说这种侵权的故意 这种主观上的这种认知 应该跟普通的工商是完全不一样 重点强调的一个就是 企业的 因为那个的过错 对 这个实际上是可以 你等于说你是明知 你这种事情是有危害的 但是你为了应付检查 你去做假的 你为什么要做假的 如果说是一切官面这么大的话 你没必要去做假 对不对 加上他装明 你自己就知道这个是有危害的 你这边防止法第59条 明确规定在这 你善有获得民事赔偿的 那就应该支持 对吧 法律确实是明确规定了说有 但是这个有到底有多少 有什么 又还欠缺一些下位的就是明细 你只要不排除 不禁止 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去争取 我自己做律师的嘛 那用自己学的来去做这个事情 还真的是想把它 就是说推动它 所以去前年到今年 这两年多的事情就接触到大量的这种职业病的病人也好 个案也好 哎呀好可怜啊 你看我这就这样 公司有这么样 就是一种 点多也就是这样一个抱怨 但是不会有更多的说该怎么办 然后就把所有的希望会寄托给你律师或者你哪个法官哪个当官的 经过信息的一交流或者怎么样一互动的话 这两种特别是那种就是说比较忍让的 它也许也会站起来 那个职业病房的说 它就说 你们清晦中级不会有这种职业病的 什么百合病是职业病 天都没听说过 你要做诊断可以啊 你自己交费中啊 其实这个时候 它这句话反映的是一个什么问题 不是就是反映职业病诊断机构的一个不作为 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很恨他们的 很恨他们这些不作为的人 我们像我同样的这样的人 在这个整个珠川一样 那对全国来说 不知道有多少人 不知道有多少人是不明不白的 是死在他们手里的 既然法庐规定我们有这个权利 我们就要利用这个权利去维法 就是说维权 叶亭帮我们请管徒师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走这个维权的路 所以当时我们也是 现在有一些了解 但是我们对华尔路还是很不了解的 有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的 你今年的没处理完 然后呢 下一年的又紧接着来了 所以你根本都没办法做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方向就是说 从法律上改变 从制度上来约束 然后来改变整个动物 减少职业病工伤的一个发生机率 它对那个产量的一个品产 有个很具体的一个标准 五官啊 智力啊 肢体啊等等 但是就是没有说一个职业病了 因为职业病是属于一个内脏器官的损伤 然后这个在产量那个定产的标准中间是没有的 但是我们确切是受了很严重的伤害 那就是在他们这帮受害者 他们自身经历过的过程 自身的经验里面 找出制度出了什么问题 他们自己去说 说我们见到这个问题 我们要这个法律要怎样去改变 这种就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 其实 维权 维权 进一步地去主张权力 我始终感觉它有一个深层的东西 不是说哪里的司法怎么样怎么样 法官怎么样 法律制度怎么样 我觉得还有一个更可能更深层值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这个国家 在顶层设计上 制度的顶层设计上 包括这些执政者或者是整个社会 对于发展经济和保障人权 基本权力的在这取舍上呢 一定是最初的这一步 就有了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应该像香港学习 我一直在思考的就是说我们国家应该有一个什么 这个救助的基金或者说职业兵的一个专下的基金 你把这个基金你先就放在这了 这个基金资金来源从哪里来 你企业你只要开 你只要开办 你只要运作 你就应该先拿出一份的钱出来 你放到这里了 后边不管你有没有职业病 跟你公司没什么太多关系 那你最终要救助 要申请的话 不需要你企业来承担额外的太多的责任 不需要你地方政府 我要权衡这个经济 因为所有的款项 救助它直接有这个中央基金 或者是专项基金来全部来解决的话 相关的利益方案 它就没有那么明显的利害关联 这个如果说有这样一个制度建立起来的话 我觉得这个才有可能从根本上 把这种从最初的职业病诊断 劳动关系的认定到后边平常 再到后边一省二省等等 这所有的程序有可能就 全都彻底的解决 其实这很多东西 不是说我这个律师自己掌握的 其实我有很多东西 是向他们职业病人去了解 他们告诉我一些真相 就是说远远超出我的设想 想象范围的 你去看他们 你听他说 你感受到比如说呼吸困难 或者说一二十岁二三岁的钻脸 整个就因为病 就好像算是劳动能力 状况也不一样 所以这种是必须要有 首先你要有感官的这种 这种素材 这种信息积累之后 你自己才会发觉 相应的 这边的防治法 相应的这些救助的法律 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去制定 怎么样来去执行实施 在这个领域里面 自己也想着去深入的去发掘 去做 去推动这个事情 我先生都不愿意打电话回家 为什么呢 一打电话我爸爸就说 他说你的儿子要钱 那样要钱 那样要钱 他说我也说我也要钱 外面吃口谁都要钱 但是毕竟每个月只要那点钱 分摊自己 然后拿到家里 上面两个老的 还有一个瘫痪十多年的老婆 所以 比如说我家是五口人 只有我一个人那点工资 就是要围购五口人吃完 还不用说我怎么房子啊 车啊 那也根本都不用想 有个车宝马 但是是个单车 我就说我也悲观过 也高兴过 最悲观是现在 不能为家庭分担一些忧愁 但是开心呢 我现在还活着 就是这样的 其他都没有什么 希望那个 就是外来的 就是像我们一样的 来农民工啊 多学一下华路 还是多请教一些病友嘛 让他们能够健健康地工作 平平安的 过一个有一个好的身体 没有身体 什么都没有了 从开始的 有个人的一个 单纯的一个思想行为 后来逐渐转变了一个群体的 一个群体性的 集体的一个行为 我自我感觉 我还算是一个 有意思的一个农民工 但是我的整个过程都非常进行 一个官司打三五年是很正常的 很多农民工 他是耗不起这个时间 耗不起这个金钱 来处理这个官司的 那么他只能选择放弃 被迫地放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一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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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